诶 我的天 把整个城市放入了这个 我感觉比他每战都过 对 蔻蒙 臭豆腐 是糖油巴巴 他说一个菜他腌一个口水 我又舔了他嘴巴 还有小龙虾 小龙虾来长沙一定要吃的就是小龙虾 对 不怕拉 拉不怕 过最混火的日子 吃最火辣的辣椒才是长沙的灵魂 很好听 真傻的 跟唱歌似的很好听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点饭 我知道人都点完了 点了好多 我没说几句话 你把菜都点完了 咱姐已经饿得不行了 人家饿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长沙地图 咱们最有名的橘子粥头 你点了多少 我点了一 就是我觉得我的口味的 那我们就吃你的这个 点了这个 拿了吧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吗 可以 特色之类的 这个小龙虾点了呢 点了是吧 这个要点油包虾 今天把所有的虾都点一边 让大家都尝一尝 能拼盘吗 没有拼盘 它分量没有那么多 每分是18支左右 紫苏桃子姜一定要尝一下 紫苏 我们先上之前猜 我再看一下菜单 你吃住了吗 我帮你去下完单再给你好吧 可以 你之前吃过 你觉得让你比较难忘的湖南菜 反正我就爱吃臭豆腐 然后辣椒炒 拌饭 烤牛油 这是啥 这是紫苏桃子姜 它是个甜品 先上甜品挺好的 先上甜品挺好的 鞋蛋黄小龙虾 这是鞋蛋黄 这个饭菜好棒 杰哥这是锅巴吗 是的 快尝尝 一会凉了不好吃的 这个锅巴还好吃了 那我从季事以来 这个小龙虾就是夏天必吃的一个菜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这个小龙虾是坐在街边吃的 可能没有那么的干净 就是大排档的那种 但是慢慢的被湖南人喜爱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道湖南的必吃菜和必点菜 长沙烤味虾 我以为米饭 上雷锅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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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其他的几个多好吃 香马蟹 臭豆腐不来了 这个是虾尾 虾尾就是省事我跟你讲 辣椒炒肉 辣椒肉 糖饺子 猪油拌饭 豬包虾 这款虾的话是有文森的 这上写长沙俩字 真的是有文森 我得先看我价格怎么办 我先剥一个不太套的 给你看看 其实现在比以前好很多 因为你就把头扒开 因为它给你剪开了已经 它给你剪开了 然后它这个你就直接 一弄就开了 对 你们知道这个把手 这个钳子也是可以吃的 我这种拿 是你拿那个弄碎吗 不是 不用弄碎 就是它的那个 挤它就这样 这样子 因为 然后给它轻轻的这样摘出来 它的肉就出来了 我们要不要叫小姐姐过来给大家 给大家示范一下 对 正确示范一下 服务员 这边不叫服务员 这边叫 没懂 没懂 来了 你把我们示范一下怎么剥了 好 要的 那可以看一下我示范一下吧 好吧 好家伙 那边尾巴先把它捏松一下下 然后把那个头盖里撕出来 因为这是开背的 所以我们就得先从这个开背的这一块 侧边往两边给它 然后这个虾是我们已经去过虾线的 所以不要担心有虾线之类的 我们虾茄子也是可以扯出来的 哇 你是有培训过的波纱园 是的 因为我们每个服务员都是有波纱的这个技能 一天的话一二十分不下吧 哎呦 一二十分 一份是十八分 一二十分 我的钱